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讲 远古时期或者古代的话 有在我们的整个一个年代划分上 唐宋之前 就是汉敬唐 它这个时候的唐 通我们现在所讲的淡 淡水的淡 它这是水一类可以淡淡流动的物质 在积运 广运当中 它说这个淡 淡 淡 就是现在我们念的淡水的淡 古代的时候它的音是淡 淡论的淡 它是水冒 水冒 它这个是做淡 哪个淡呢 淡 淡就是与这个淡 像铜 铜甲子 古代的时候字比较少一点 那梅产七发它讲 淡流淡波又淡淡之 就是水不淡淡的 这样一个情况 水不淡淡嘛 司马香炉它有一句话 写了一个词 叫随风淡淡 就是水随风的 一个流动的一种风貌 所以古代来讲 对这个字的这种意义 对这个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呢 就是中国的现在很多所谓的地方语言 是不是 这个地方语言呢 事实上是 某一些宗族过着一个家族 在某一些地方积居的时候 居住的时候 聚集在一块的时候 他们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话呢 中国的话呢 发生很多次迁移 特别是最有名的一个迁移 是什么呀 是客家人的迁移 是不是 客家人的迁移是以前的话 交通工具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 船之类的是吧 因此的话呢 客家族 它是沿着河流 顺流而下 逆流而上 你去看一下 客家的这种在中国境内的这种分布 它的语言 是比较特别的 它维持了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语系 所以客家的语言的话 某一种发音 它就跟 汉朝时刻 汉代三国那一段时期的那种发音 我们应该来讲是相通的 有些字的发音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读 那么知道 这个客家语言 有些诗和相类似 可以看得到 那在医学方面的话 这种读音 这种语言 就当波原件 杂病管药 唐弦 他讲唐本作淡 是不是 这个淡的话呢 是一个淡洞 水洞之帽 一个水的波动之帽 金之痰 就是现在的痰 当波原件 他说 现在他们讲 现在的这种痰的话呢 古时刻 叫什么呢 提 堕 邪 末 提堕邪末 就是古时刻的痰 对不对 就现在我们来讲随地吐痰 古时刻的话呢 还叫什么 不是 我们讲 垂仙桑齿 是什么 口水 是不是 词上我们讲 现在随地吐痰 那个是真的是痰吗 有些时候会有痰 有些时候吐的是口水 是不是 口水叫什么 咸末 是不是 咸末 因此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的话 对于这个词 古代来讲 它的这种描述 会有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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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的话呢 是指的是什么呢 水液 我们这个呢 一般来讲 改变不大 是不是 为什么呢 我们讲 饮料饮料 就是拿来喝的水 是不是 添加一些物质 添加一些物质 通称为液体一类的 所以呢 这个饮的话呢 在中医学当中 它是指的一类 病理性质的液体 尹 也就是说 糖和尹 在古代 就是糖之前 进糖之前 都是指的是液体 这种液体呢 是水液代谢障碍 所形成的 病理性的一种液体 所以呢 它又是一种病理惨物 是不是 就所谓的病理惨物 这种病理惨物的话呢 成为一种病因 所导致的这种疾病 成为糖尹 所导致的这种病理疾病 成为糖尹 因此呢 糖尹的病症概念 什么是糖尹呢 这个概念 它是书上是这样说的 是指体内 水液疏部 韵化时长 停机于某些部位的疑类病症 体内水液疏部韵化时长 也就是水液代谢时长 是不是 在这里的水液代谢时长 以前讲过一个病 什么病 水肘 对不对 水肘也是水液代谢疏部的时长 而糖尹也是水液疏部韵化的时长 为什么它是水肿 而这个产生的却叫糖尹 为什么 部位 这种部位的话呢 水肿是什么部位啊 所以这种部位 事实上 应该是这样说的 水肿是泛浪成灾 怎么样 是一大片的 是不是 所以水是泛浪 而糖尹的话呢 它是积极 停机 停机于某些部位 这种部位 是不是比较局限 对吧 水肿是泛浪 横扫一片 因此的话呢 它从眼瞼开始 然后自上而下 或者呢 此脚开始 从下 而慢慢的怎么样啊 痕迹于上 是不是 所以 发展到什么呢 腹背 是不是 腹背 往后之后呢 乃至全身 乃至全身 这个 这个 是所谓的水肿 完了之后的话呢 停机于某些部位的 这个是什么 糖尹 局部一块 对吧 对吧 局部一块 但是 糖尹 和水肿 都是水液的 殊不代谢市场 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有可能 会有一些混淆啊 对不对 好 某一种类型的话 它们的表现会类似 好 它们的表现会类似 因为它们的成型 形成 有共同的 或者是非常类似的一种状态 是不是 水液代谢书部嘛 啊 对吧 好 关键的话呢 在这里的糖尹的话 它是水液代谢书部市场 它影响到某些脏腹 停居于某些 部位 身体的某些部位 而停的哪些部位 它停的部位不一样 是不是导致的脏腹不一样 出现的功能改变 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 我们在这里的人 大致要知道 它了解 在这里的田区的一些部位 所 田区的这种部位 所出现的这种功能状态 的这种了解 我们的话呢 大概也就能知道 这个病 它的一些特点 因此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 停在哪些部位 会有哪些磷酸表现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医学方面 中医学方面的其他的骨骑方面 它有些特点 它有些特点 有些特点 你看 一般来讲呢 有这些系统 第一个是五脏 对不对 五脏 五脏 五脏的话呢 心肝肺脾肾肾 你看 在心 表现出来的是心下肩柱 短气 雾水不欲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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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心 眼斜 唐眼这些情绩 在心 在肺呢 土咸墨 欲 盐水 第一个 在心是不想饮 看到水都讨厌 是不是 啊 看到水都呕心 厌恶 雾水不欲饮 而在肺的话呢 它是土咸墨 但是欲饮水 啊 皮 少气 深重 皮 少气 深重 干 歇下 芝麻 踢 而痛 打喷嚏 踢 踢而痛 啊 歇下 芝麻 是不是 这是在肝 而在肾的话呢 它是旗下肌 因此的话呢 有一个病 叫什么 叫奔腾 旗下肌动 是不是 然后气往上冲 发作欲死 复 皇旨 是不是 发作欲死 这个欲死 是什么 我们如果字面上来说 好像要死了 那么人好像要死了 的表现是什么 什么叫做死了 什么事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发作欲死 这个症状 可能出现的表现 神昏不显人事 既然是神昏不显人事 又不还指 那就是说这个病 瑞斯于什么病 闲病 是不是 突然的话 发作什么样啊 神昏不显人事 昏不不显人事 完了之后的话呢 中医的形变 有一个四肢抽出 这种人呢 没有四肢抽出 就不算了吗 现在来讲 现代医学恰好 就把它归于医类 为什么 发作类型不一样而已 有些人有四肢抽出 而有些人没有四肢抽出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理解这个症状的话 时刻要记住 病人的表现是什么 有一个文字描述 但是外在的病人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呢 您想发作欲死 好像要死了 那个死了的感觉是什么 或者死了的表现是什么 对吧 你怎么说他死了 一个人死了的表现是什么 这就是病人的外在表现 外在表现 有些时候 病人会告诉您的是症状 对不对 有些体征自己也看得到 比如说 比如说体表的疤痕 鱼巴 肿胀 是不是 肤色的改变 对吧 病人看得到 那么 这种体征 病人会告诉你 但是绝大多数病人告诉你的是什么 是一种症状 这种症状的话呢 你能看到相应的体征改变 有些时候呢 看不到 所有的症状和体征在中医学当中 是什么 症 症状和 症状和后 后是什么呀 你那个看得到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中医的话呢 讲究的是症状 那么现在医学呢 分得比较清楚 一个是症状 一个是体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在讲 我们在讲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 要实际到的 首先要问清楚病人的 就是症状和体征 是不是 你有什么表现 有症状 那病人就会感觉到有痛苦 有不方便 是不是 会影响到功能 会影响到病人的感性 这样的话呢 病人就有治疗的欲望 这就是病人治疗的原动力 对吧 你要解决的问题 病人的症状和体征 是不是 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 恢复病人的健康 什么叫健康啊 他不感觉到有这些问题 男和身体好好的 对不对啊 各个器官的脏腹运行的话 功能正常 那么功能正常的评价系统 古代中医的话 这种评价系统的话呢 非常简单 是什么 一种平衡观 一种平衡观 这种平衡观 叫阴平阳密 是不是 这种是平衡观的 所以这种平衡观的话呢 刚好 符合于道家的学术 道家是什么 无路以藏 无处 以阳 才立其中央 这是什么呀 中央的意思就是一个平衡 就是一个平衡 那么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头 花一点的时间 来说明这个症状和体征呢 将来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呢 在我们教学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的 病人的表现 你去看 症状和体征是没有分开的 描述的时候呢 是相杂的 但是你们学现代医学的时候 学诊断 学内科学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病人的症状是症状 病人的体征是体征 然后这两个呢 它在描述的时候怎么样啊 是分开的 对不对 是分开的 知道吧 所以这两个呢 分开的话呢 如果说 如果说 我们在最先开始学习的是中医的知识 对不对 中医的知识的话呢 它是不是有一个先路为主 有一个习惯问题 这种习惯养成了以后 你学西医的时候 学现代医学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很混乱 就失去了现代医学的调理性 为什么 症状和体间要分开 在书写的时候 就包括现在跟着我们实习的 你们的学兄学姐 怎么样 写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 砸成一表 是不是 一旁全部端上来 你一看 症状和体症在那里都怎么样啊 杂乱无章 杂乱无章它就没有调理性 作为我们的思维 保持的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有调理性 思维就应该有调理性 这样一来的话呢 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调理 思维清晰 思路不清晰 我们的诊断就会出问题 知道吧 诊断就会出问题 知识的劳酷性就不太好 不太好 因此呢 在这里头 说到这个旗下计 圣的这个旗下计 我们会想到某一些病 比较熟悉 而这个病的话呢 刚好我们中医的这个认识 和现代医学的认识的话呢 是有差异的 我们给了它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奔腾 但是 现代医学 归属于 就是一个咸病 我们中医讲的咸病 咸病 这个呢 到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疾病的这种分类 跟现代医学 会有差异了 那么这种差异 不是我们现在去变更 而是什么呀 在 现代医学 翻译成中医学的时候 翻译成我们的 翻译成我们的文字的时候 它要让大家都有一个 比较相似的 比较熟悉的一套系统 那恰好呢 借助了中医学的一些内容 知道吧 借助了中医学的内容 你讲呢 作为一个病 写的那个癌症的癌字 你想这是现代医学的吗 现代医学不简直不牵癌 成什么 英语牵council 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癌字 那么你翻译过来 为什么你就要翻译成这个癌字呢 中医学的描述 关于这个病的描述 跟这个字 跟这个cass 这个癌的描述 跟这个cass 有相类似的特点 所以他把它怎么样 翻译过来了 翻译过来你不要说中医的癌人 讲的什么东西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翻译 是谁干的呢 也不是学中医的人 不是说正宗中医的人 这是日本人干的事 知道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最早这样翻译的 那两套医学系统 最先在日本会合 知道吧 最早在日本会合 所以你就看它是这样翻译 但是呢 作为中医来讲呢 这些疾病的这种认识的话呢 最深的厌格来讲 最好的是不是厌格在中国呀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就不是最好的这种翻译 懂了吗 不是最好的 所以对于很多疾病 很多名称 你不想西医的中医的特点 都讲的不对 关键的话 就中医的心脏 那个心 西医拿来用的时候 就用的不对 你在那说我 反过来说我不对呢 对不对 我讲的心是这个 你讲的是哈特 我讲的是心 那根本就不一样 但是你要弄过来 可怎么办 你反而说我不对 这肯定就不是 不是那么说 因此的话呢 你要看清楚它的来龙去目 你不要讲 你看现在医学讲心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 它在借用的过程当中 就是另外的 就是另外的 到现在为止 中医讲的皮 西医就没搞懂 是什么 是不是 它有一个皮脏 那个皮脏到哪里去了 现在一看那个皮脏 跟中医的皮相去 甚远 是不是 四川话的话叫什么 插一帽子远 对不对 四川话叫插一帽子远 但是来讲呢 它这两个字 你中医的 这个皮脏 跟中医的那个皮 那个字是一样的 两个字一样的话 会不会让人家搞混淆啊 会的 但是来讲呢 你讲中医的那个学术不对 那个皮的话 现在一切就是一个皮脏 你拿我的来用 借我的词 完了之后还说我的理论没对 我的东西看错了 谁在前谁在后呀 搞懂没有 我的借钱 你用我的用错了 完了之后你说我错了 有这个道理吗 有这个道理啊 那就是强盗理论 知道吧 所以你在学中医的时候 一定要正本成员 那样搞清楚 那样是聚集 没意思了 知道吧 混淆了该怎么办 把它弄清楚 不要 让你搞糊涂 不要让你搞糊涂 因此的话呢 就是现代医学的这种认识 搞清楚了 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有 比如认识这个疾病 我们讲行病 讲什么 讲奔腾 事实上奔腾的话呢 归属于咸便的一种类型 多好啊 是不是 多好 但是治疗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中医治疗行政的话呢 一大堆 这一大堆的话呢 现在都在按唐来治疗 但是奔腾的话 按什么来治疗的 按阴 按阳虚 是不是 你去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方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治疗唐眼的一个基本方 是不是 在里头 对吧 所以呢在这里头 是有些差异 会有一些差异 那 我们讲 除了在 五脏之外的话呢 在身体的其他部位 我们再来看一看 前去在心下 他就有一个特点 被寒冷卢掌的 胸蟹之膀 目悬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唐隐 好 我们讲的唐隐 这个唐隐 跟我们整个一个唐隐的话呢 又有些差异 这个差异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传说的 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又让我们浮屠了一把 是不是 又让我们浮屠了一把 好 第二个呢在哪里呢 在歇下 歇下 它的表现叫歇下 痛眼缺盆 嗑嗦 转聚 这个呀 像什么 像我们所讲的悬影 胸中的话 短气而口 这是知影 在四肢的话呢 四肢力竭痛 脉沉 这表现像知意 在隔上的时候 并能表现是 盲闯刻土 像什么 有点像肺胀的 胸蟹之马 会肺气连架 肺气蓬马 是不是 胸中蓬马 肺气不能连架 所以它就有课 发则寒热 背痛腰疼 目气自出 身正正 身顺句 正正身顺句 这是一个什么呀 不知道 身体的顺动 事实上 这类似于现代医学 所讲的 急症狼发作 急症狼发作是什么 症症欲逼地 为什么 症症欲逼地呀 意思是 一弹一弹的 要倒 你讲它一收一收的 要不要倒啊 会的 会不会倒呢 不注意的时候 确实会倒 对不对 好 我回来的话呢 就是 看的第一个 这种病人 就恰好就是倒了的 就是倒了的 这个呢 倒了的话呢 非常遗憾 非常痛苦 他也非常的不幸 怎么样啊 酸侧骨骨股间骨折 所以 病人的话呢 一下子酸侧骨股间骨折 一直抽 抽一下 要不要拉动 疼啊 所以呢 请我们会诊 会诊我一看 怎么会诊 一看 再抽 抽了以后的话呢 我想这是个急症狼发作 是不是啊 他讲病人还甩了一脚 回想急症狼发作 甩了一脚 身体还疼 那我就去看一下 哪个地方疼啊 大腿那个地方疼 然后我们就查一下 怎么样 一按 关键那个地方 一按疼 往那里一检查 四十针阳性 我想必须要看片子 看一下 骨骨股 骨折 我想这个骨折都甩了一下 这个疼 骨骨股肯定糟了 是不是啊 矿关键糟了 我就讲 那么年纪一大吧 好 多大呢 年过半百了 五十多一点点 一个女性 是不是 刚好的话呢 就是说 微绝经期的女性 骨质疏松 是不是啊 有些事比较明显 往那里甩一脚 又是个人 急症狼发作的时候 一收 人一甩下去 那不是倒木材 一样的 那个样子倒下去 是不是 根本就一点的防备都没有 所以甩的很重的 你不要看 就是平常直接甩下去 在床面前 在床边上 他想下床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他一点防备都没有 是不是啊 直挺挺的就甩下去了 是吧 甩下去了 那我们的话呢 经常的话 甩一脚怎么样 哪怕是不注意甩一脚 都有一个保护性动作 是什么呀 至少那个手就会撑一下 手去撑一下最多的话 手会断掉 会脱距 是不是啊 但是他还能要甩一下的话 直天天甩下去 我讲 他是右侧很疼 我讲 右侧髋关节肯定 骨骨颈 最容易断 去拍片子 一拍片子 完了之后呢 给我返回一个信息 打个电话 怎么样啊 两侧骨骨颈骨折 为什么呀 震震欲逼地 身体一震一震的 一收一收 是不是啊 这种情况 现代医学叫激震狼发作 现代医学叫激震狼发作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种呢 是症状的描述 所以中医的话呢 是什么呀 中医的描述特点 跟现代医学的描述 差异就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他这个是直接翻译过来的 直接翻译过来 而我们中医的话呢 刚好是看根据现象 来见些描述 所以呢 叫做 身顺据 顺动 身体的一种抽动 这就叫激震狼发作 激震狼发作 那这个呢 是复印 所以这种病人 最容易出现 在哪几个科容易见到呢 你去看 正正身顺据 正正欲逼地 你们学了山上论 用的是什么方言 真五湯 真五湯 好 使用真五湯的话 在现代医学的分科当中 哪个科用的最多 肾病科 肾病科 肾病科水肿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肾病科水肿的话 最终的话呢 那这个病 它还可以用在哪个科 它是不是科喘可以用 科喘的话是哪个科 肾病科 所以肾病科和肾病科 最常见 正正身顺据 正正身顺据 正正欲逼地 这个证断 到时候你们注意一下 最容易看得到 所以经常到我们会诊的时候 到了最后他也搞清楚了 是不是 跟什么有关系 好 就是肺胀的病人 它可以出现 肺胀 到了后期 是不是有一个阳虚水放 是不是 水眼灵心 对不对 他的代表方 是不是真五湯 对吧 是真五湯 因此的话 真五湯的这个治疗 治疗深深 正正身顺据 诶 就跟这个有关系 这就是属于负义 这个属于负义 这是一个特点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对整个一个文献 做一些回顾 做一些回顾 我们了解一下 古代的人 对这个病 是进行了怎样一个描述和探导 进行怎样一个治疗 这些病有哪些表现 在内经当中呢 基本上它就奠奠了谈眼病症 这个学说 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内经当中 金贵要略 有谈眼病症的病症论知 有专篇描述 有专篇描述 但是谈颂以后 学术风气确实很好 是不是 那是真正的百家尊敏 金元时期 那个一家的那个学术 是比较丰富的 叫百家尊敏 百花齐放 那么对唐隐的病名区分为 唐症和隐症 这个时候的唐 那就是唐症的为唐了 清晰的为隐了 是吧 我们学习中医基础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说的 扯着 扯着为唐 清晰着为隐 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 是这样教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内科学上的话呢 把古代以前的东西给它翻过来了 这个呢恰好是中医基础理论 没告诉我们的 是不是 好 没告诉我们的 那么在这里呢 对这个病 它的病因 病基 治法 方药 都有一些论述 进行了生命的探讨 而且对于唐 我们都知道 百病兼唐 是不是 挂病 多唐 对吧 挂病多唐 这是我们的医学特点 医学特点 内经当中呢 它没有唐之症 但是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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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之说 有这些学说 精规要略的话呢 它唐义 就广义和狭义之分 告诉你 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内科疾病 内科病症 唐义 基本上 它就按照 金规要略的唐义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医学来讲呢 我们现在有电脑知道 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一点 是不是 您看 它的话呢 是唐义 是不是 广义的唐义 包括狭义的唐义 是不是 包括呢 旋语 是不是 一眼 知语 是不是 就包括这几个 这几个我们搞电脑的时候就知道 怎么样 你要算这个文件夹 文件的话 这里一个文件夹 这里一个文件夹 你要算哪一个 算不了 是不是 为什么 另外一个还在使用 所以这个呢 就是会搞混淆 机器是没办法搞清楚的 那机器都会搞混淆的话 我们人一样的会搞混淆的 是不是 机器不能识别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两个名称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名称一样 这两个名称一样 但是来讲 这就是我们古代医学的话 有些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 遇到的一些困难 遇到的一些困难 狭义的唐义 是指眼疾未肠之症 所以 我有些时候在想 如果有一天 突然之间 我们能够找到哪一颗 以前的那个版本 那个字是错去了 那多好 是不是 比如说它不是积聚在肠胃吗 是不是 这个肠也说不定 搞一个肠瘾的话 不就是一切都清楚了吗 是不是 在肠胃之瘾 所以这个名称就区分开来了 希望看看能不能 你们在翻古书的时候 哪个时候能不能找到一个不一样的 找到一个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叫做梦之想 是不是 做梦之想 那在精归药略当中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一个适用的 就是提出了治疗原则 这个治疗原则 用温药核脂 这个原则非常厉害 一直用到现在 一直用到现在 都市 只有用的好不好 只有用的好不好 不是说它对不对 你是不是充分体现了 用温药核脂的这种法座 言用核提出气质可以生唐瘾 这对我们来讲呢 现在的另外一个治疗 要注重什么呀 就是气的流通 是不是 气的流通的话 还有诗没有啊 没有 有唐没有啊 没有 有瘀血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气的流通 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不再会饥吃 就不再会流而为必 所以呢 治疗这些的话 都死气的流通 都要死气的流通 宋大的人在知之方 他宋朝的时候 才开始将这个病明确区分 也就是说 可能的话呢 那个语言发生改变 是不是 语言开始变化 这个变化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经常看磕色出来的那个糖 扯着的为糖 这个时候出来了以后的话呢 他就区分了糖和瘾 区分了糖和瘾 区分了糖和瘾 刘科金他是说了 这个病呢 跟火热之邪有关系 好 张子和的话呢 他就讲 这个病 他的病因就很多了 是不是 有 有什么呢 有因为情之因素 导致气之而得 也有因为是什么呢 劳累因素 而引起的 正气不足 而导致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痛饮而得之的 痛饮是什么呀 那就是喝酒不不节日 是不是 好 还有什么呢 热食相冷而得 所以呢 在这里头啊 他就说的就比较全面了 这个病 也就是 我们中国人你去看 病人一来探病 没说两句 他自己的病的症状还没说完 没有把他自己的病的来路说清楚 而立马很着急的就问进去 哎 医生 我这是啥子原因啊 是不是 一问就是医生 我这是啥子原因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的话呢 为什么 中医的话呢 要分析原因很容易 现代医学呢 不容易 不容易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简约强书的话呢 他在病基上 鉴别了唐症和眼症 他鉴别了唐症和眼症 叶清四呢 对这个唐隐的治疗 非常重视脾胃 他讲外眼之皮 内眼之肾 这个病 唐隐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 认为这个病 认为这个病的话呢 实际上 论述的是古代的唐隐 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就是眼症 啊 就是眼症 那 他现代医学的话呢 因为他随着部位 即使的部位 挺起的部位 不一样 是不是 他所实现的现代医学的系统 不一样啊 所以部位的话呢 包含 现代医学的 几大系统的病变 啊 所有系统的这些病症 他都可能出现 所以唐隐 是一个综合的病症之类 综合症 这就是中医 和现代医学 这种疾病分类 不一样的特别 啊 不一样的特别 我们休息一下 如果您还是接通的 这种病独的病症 可怜的病症 是处理的 真的吗 是处理的 感谢观看